第一轮第二组参与挑战的选手分别是 七号选手马勒因病临时退赛 八号选手速农360薛子文 六号选手大米未来米文娟 谁能晋级下一轮挑战马上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八号选手薛子文 他要用三年时间再造一个具有交易功能的人人网分享平台 他的速农360项目还能在资本寒冬之下一路狂奔吗 去年年底我们给我们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我们希望今年我们的交易量可以到一个亿 到今年十月底的时候 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已经到了1.3个亿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在国内市场 今年我们研发了一款新的产品 我们跟很多的机构开始合作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面 有超过八千名学生通过这个平台 这个新的产品 他们考了亚斯托弗 他们拿到了教照 他们在二手平台上进行了交易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实习和兼职的机会 通过和他们合作 我们今年的收入 提高了整整50% 除此以外 我们也在积极开拓的全球市场 在今年年底即将上线的 速农全球版中 我们又融入了区块链等前沿的技术 志在打造全球第一款 大学生的信用社交平台 令人骄傲的是 作为唯一一支亚洲的团队 我们得到了欧洲市场 和欧洲资本的认可 我们不仅拿到了钱 拿到了资源 我们更拿到了苏利市市长柯林 在Facebook首页的推荐 这一切的一切都标志着 我们走出了迈向全球的第一步 谢谢大家 现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覆盖率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早期 要去打海外的市场 我们现在大概有一百多万个学生 打海外市场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覆盖率的问题 而是海外对这个新模式非常认可 而他更愿意输钱 就成立是为了拿钱 这个扎利你是他的投资人 你现在可不可以从一个 提点挑战性的问题呢 他最近的发展使我比较的吃惊 公司其实是一个初创的公司 它的规模一百万 中国的大学生有多少量 很大对吧 所以我从来没想到 他走国际化的道路 他最近一年确实从美国 欧洲 最后连总统都来见 总统今天是你安排的吗 不是 我跟我毫无关系 他不知道 你现在有钱荒吗 没有 我是盈利的 每个月的利润 大概在50万到60万 就净利润 多少人呢 现在有 30个人 唯一要支付的就是 每个月30万左右的工资 我们这个平台非常非常轻 你觉得这个蚂蚁 花卑 金冬白条 那些巨头的一些流量模式 如果他们也切入这种 就是区块链社交 对你这儿会不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影响 我也肯定会 但是好玩的地方 他们可能影响不了 关键是人群不一样 学生与学生之间玩的东西 跟成人与成人之间玩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 9号选手 米文娟 她要用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 叫中国小朋友 在线学英语看世界 她又经受了资本寒冬 什么样的考验呢 谢谢我的团队 8月份的时候呢 柯比在纽交所宣布了新基金的成立 她骄傲地对全世界说 我投资了两家中国公司 第一家呢 是阿里巴巴 第二家就是我身边的VIP Kid 我站在旁边啊 马上国际媒体都拥过来了 只有三岁不到的VIP Kid 第一次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央 让我们很骄傲的是 我们赢得了五万名付费学员的信任 有超过五千名的北美老师 加入了VIP Kid 谢谢 寒冬中历史增长啊 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 VIP Kid的资本寒冬 来自于2014年 那时候我出去见十个投资人 都说小朋友不可能先上学 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模式行不通 回去呢 我们跟团队说 那这样我们就干脆折服起来 埋头 打磨产品 我们折服了十五个月 我们跟一百个小朋友 十个老师 每天去看课件怎么做 内容怎么做 孩子们怎么样才会喜欢 有一天 一个叫小新妈妈的网红 在微博上po了一下 孩子学习的经历 突然一天 两千个资源电话进来 我们整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于是我们想 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时机 于是2015年的三月份 我们投放市场 从一个月几十万的销售额 到现在将近两亿的销售额 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增长了将近两百倍 在2015年 我们也顺利拿到了B轮的融资 2016年呢 拿到了C轮的融资 如果一定要去总结一下 这个在资本寒冬中的这个经验 我会这么去说 第一呢 寒冬的时候折服起来 打磨产品跟用户在一起 第二点的话呢 我特别感谢我的团队 他们都在那 我们经常是凌晨四点的 鼓楼的太阳 大家舍命狂奔 向死为生 做就做第一名 从来不给自己去留后路 第三点的话呢 其实是说在C轮之后 我们去开拓了国际的资源 让全球的资本和品牌 为我们背书 所以有这样的团队的初心 有这样用户的支持 我们觉得VIPKID 在过去 今天和未来 不会惧怕任何的资本寒冬 团队的力量好大呀 我要先说一下 这个特别巧 三天前吧 新东方的一个高级副总裁 刚刚给我强烈推荐了 你们家的产品 开放了 欢迎欢迎 然后我们的 我的两个女儿 迅速就成为了他们的客户 你们那个好像还有一个是 VVIP客户是吧 是是 就是能拿到折扣价格的 这是我补充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们的老用户 推荐新用户 对对 永远最低价格 我是从一个用户角度讲 这个项目我认为 尤其在这个资本寒冬 人们反倒更重视教育了 我觉得非常好的项目 太棒了 多谢 今天那个在场的观众 欢迎来体验我们的产品 每个人赠送三节课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今年唯一一次 通过凯书讲个故事 要的互联网产品的折扣 就是他们 那个CEO折扣和老客户 像新客户推荐的折扣 哪个大 老客户那折扣大一点 对对对 因为这个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权的 但是因为老客户 真的是要自己学得好 才去推荐 才去推广 因为我是两个小男孩的爸爸 所以我还正准备 给儿子去补补英语 所以我有幸加入了一个 你们这个家长群 我们的一些家长 在群里面讲的意思就是 好的老师比较难预约 这十字质量无法保障 我们对老师的筛选 是从专业的北美老师 一边去挑最好的 然后我自己就是英语老师 所以我是用生命 去捍卫我们的每一堂课 和每一个小朋友的体验的 我自己也在很多 这样的家长群 所以对于约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我们需要去用技术的力量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去匹配最适合孩子的好老师 我觉得这是我们槽点之一 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业者 一定是在自己团队 竞技闪电扩张的时候 还保持着这种危机感 你们最大的风险 或者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 是组织的力量 因为团队有一千多人了 从200人年初到现在 这么快的增长 我作为一个创始人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小伙伴 都跟我们一样爱孩子 能把我们的价值观 以孩子为中心 让每一个客户感受到 这是我特别如履波冰的 再去启架 我觉得这个项目 大家都说好 我就觉得这里没有问题 刚才被我发现了 你有一千多个人 对 你其实是个劳动力 密集型的互联网公司 这并不是一件 非常好的互联网公司 人均产出很低的 如果是在教育行业去看的话 几十亿的销售额 几万个人来做 但是我们同样的 小几十亿的销售收入 大概是小几千个人来做 所以人效是高很多很多倍的 但是我想还是有 很多提升的空间的 其实张力的意思很明显 他说你这不是一个 具有互联网式的 爆炸级的公司 因为教育类的产品 实际上说老实话 就是一个人员密集型 如果不是人员密集型 它就没办法保证这个质量 所以它的增长其实是缓慢性的 不是你要找的那种 独角兽的公司 但是有可能是一家 比较稳固成长的一个公司 对吧 各位 谢谢 谁是最会过冬的创业者 会是素容360的薛子文吗 还是大名未来的米文娟呢 投票马上开始 祝贺9号选手米文娟 获得酒票取得晋级资格 我选了9号 一个创业者带领团队一路狂奔 看到业绩高速增长的时候 对于用户结员的极致的追求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我选的是9号 也是文娟 我把它定义为是一个 儿童英语界 一个刚需 痛点 高频的 一个Uber场景 所以很多人已经瞄准了这一块 必须成为 这样80%份额的滴滴 你必须成为Uber 你必须成为Airbnb 所以你必须跑得要更快 我认为在文娟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他具备雌雄同体这种属性 一方面我们能够心有蒙福 但是我又细秀墙威 我可以去家长群里面 我还在去泡 去关注这些用户的这种体验 他真的是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男人 一半是女人 一定是雌雄同体的 好 祝贺9号 谢谢 这些商界大佬 历经数场严寒 双城大战主角吴志祥 马上分享 如何与行业巨头苦战的经验 十年之前 我是在台上是选手 十年的时间 然后很高兴成为评委 如果说这个十年最冷的时候 应该说是2014年的时候 同城在线旅游行业里面的 快速的进步 让在线行业的老大 协程 看到了一点点的威胁 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面 开了一个500坪的办公室 我们的同学 从这个楼梯上去 到我们的办公室 薪水是2,500 从那个楼梯上去 薪水是7,500 三个月的非常惨力的竞争 十年的创业 我们积累的账上的现金 是1亿人民币 牙缝里省出来的 在跟他打仗的时候 每天减少300万 三个月里面 我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终于在三个月之后 协程的创始团队 来到了苏州 丢了14亿 告诉我们 我们觉得你们这团队 很顽强 我们愿意支持你们 成为你们第二大股东 让你们独立发展 这就是三个月的行业里面的双层大战 那么经过这次以后 在团队内部 我们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任何的创业者 再好 别忘了危机和奋斗 再来别忘了梦想和坚持 第一轮第三组参与挑战的选手 分别是 一号选手 网红电商 张帅 二号选手 造作家居 舒韦 三号选手 野兽骑行 李刚 谁能晋级下一轮挑战 马上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 一号选手张帅 他要利用网红粉丝 开启新一代电商模式 资本寒冬至下 他将如何过冬呢 当到下半年开始 投资人基本不投直播平台 那既然战场如此激烈 我们网红猫怎么样能生存下来 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切入点 网红猫的定位是 做直播平台上边的卖水者 第二个 我们有一个方法论 我们是从生产者的源头 从人开始切入进去 然后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匹配网红和供应链品牌 相互匹配起来 为这些头部的网红 做商业变现 第三我们有一个 生态圈的视角 我们发现 93之后的年轻人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 这种方法 做价值观输出 我抓住了你的心 身体也就不远了 目前是我们已经签了 顶级的最好的网红 也有世界排名第二的 绅士品集团 也有世界500强 因为他们都发现 这个逻辑很好 可以去做 我们旗下的一个网红 大四的一个小姑娘 半年卖了3000万 没有市场费 很自信地说 我们应该是 八个团队里面 营销端ROI 投入产出最高的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 网红电商团队来说 过端的方法 就是一边埋头赚钱 一边仰望天空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如涵和提出 现在是属于 做的比较好的网红电商 就是如涵能够去支撑 张大意他们形成变现的 一个是他在扶砖领域 比较敏捷的供应链 第二个就是说 他给很多网红 提供了内容编辑 和他们这种 持续网红化的一些工具 在刚才您的叙述里面 我感觉到 其实是一个 达而全的一种撮合 我们在美装领域 目前从淘宝数据来说 我们是网红经济中 美装成交第一 如涵也比不过我这边 刚才长达 将近十分钟的叙述里面 为什么没有提出 一个最小的解构 美装切入 类似于美装的这个如涵 那不就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 刹业模型 形成里的一个 更好的刹业固执过动吗 我们担心的是 五分钟之内 网红经济的认可 甚至有一部分人有偏见 你给大家普及了半天 网红的知识 我听来听去 你的作用就是前客 请问厂商为什么找你 网红为什么找你 我有最顶级的网红时候 现在的品牌全部来找我 每天很忙 或者说我有顶级的品牌时候 这些网红也来找我 它需要这种品牌 来提升它的人格特质的调性 我们最好的网红 会跟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 做一个案例 12月份 这是中国的第一单 我们做的 那就足够了 就一点做得早 对吗 如果你没有品牌的资源 没有这个做不了 网红不愿意跟你网 你最后终于说了一个 这个实际的结果 好的 谢谢 接下来上场的是 二号选手舒韦 他是讲究而不将就的 家居品牌造作创始人 他将有何过渡经验 跟大家分享 对于我来讲的话 第一次大考是在十几年前 我记得我在大概两三个月的现金锻炼之后 我终于拿到了一个合约 拿到一张两万块钱的支票 从北五环 然后就把这个 因为是大雨嘛 没有钱搭车没有现金了 把这支票放在胸口 一直走回北四环 从那一天开始我认为 人的大考结束了 因为那一天我相信作为一个人 我能够活下来 有人的尊严 那么第二次大考呢 是在2013年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 公司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所以已经现金锻炼了 团队呢 工程师非常朴素的理工男 我当时的想法是 让他们去选择 当时呢 我给他们十个纸条 然后我留下了十个活人 他们一直跟我走到今天 所以这是团队的大考 我觉得那是我们真实的事情 2016年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是商业的大考 那么对于造作来讲 大的一个的诉求 再加上尤其是现在资本寒度 如果说你的SKU 还搞得那么的多 这个优势怎么能建立起来呢 我们不是一个个性化的商品 我们的产品策略呢 是做大众消费品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中国品牌会有一个扭曲的地方 在于喜欢推自己的性价比 在非正常的毛利结构底下 做一件产品 那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保障品质 然后保障合理的毛利结构 让公司可以平稳地运行下去 其实它的速度不是非常的狂野 但是呢 它可以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呢 达成公司跟用户之间 双方的信任 我觉得这一点上 是我们一直守住的 一个比较好的底线 诗伟 你现在晚上睡觉 需要用安眠药吗 我十年前是需要用的 我这两年反而不用了 你担心吗 就是你哪天这个钱不够了 还会重演你前两次 现金流的断裂的 这样一个风险 我觉得每一个做企业的人 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里边 一面是恐惧 一面是贪婪 冬天的背后就是夏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持 正常的丛林动物 应有的荷尔蒙 接下来上传的是 三号选手李刚 他要打造一个 全球知名的高端智能 自行车品牌和平台 他还能在资本寒冬中 野兽骑行吗 对于野兽骑行来说 在资本寒冬之中 我们实现了三个里程碑 上个月 野兽骑行刚刚完成了 我们1.5亿人民币的 币轮融资 我们全面进入了 我们快速的发展期 在这个月 野兽骑行成功地分拆了 我们的共享单车 小兰单车这个项目 小兰单车也进入了 深圳和广州 筹放了数万辆共享单车 在下个月 野兽骑行即将发布 我们最顶级 最顶尖的产品系列 Unicorn独角兽系列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 将数十个黑科技的技术 与传统的运动自行车 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经过几年以来 我们70%的收入 来自于海外 我们相信 接下来 整体的全球化销售 会是野兽骑行 最重要的一点 野兽骑行将会在 2017年一季度 实现全面的盈利 这就是一只野兽 在寒冬中取得的成果 你明年才能够现金平衡 而当前又还是 在寒冬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 现在的运营啊 管理啊 会和你原来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一样 刚才立芳老师问说 服不服用安眠药 我说我是不服用的 我贴枕头就能睡着 但是我四点钟就会起床 每天四点钟想的就是 今天我的现金流量 余额是多少 我这周要付出去多少钱 我这周能回来多少钱 不是资本寒冬 我觉得我可能 没有这么早的能理解 现金流量表的重要性 你四点是自然醒 还是闹醒的 这问题好 我是被梦想叫醒的 自行车品牌 现在是一个红海 某种意义上 我是能够去 价位打击捷安特 还是说我能够去 直接劈开这个700 bike 吴老师稍微解释一下 他做的是运动自行车 运动自行车的 跟刚才你说的 捷安特700 bike 还不一样 运动自行车 所以这就是一个 蓝海的品类吗 现在我看到 无数的这种自行车品牌 全是以一种 互联网品牌的姿态 而且很多 大量的都是运动自行车品牌 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 蓝海的能力是什么 能够就是快速地去形成 我们消费者心智占领的 一个低性的法则是什么 要么我的技术最强 要么我最好奇 要么我是膜拜 要么我是OF 它是什么呢 好 谢谢 谁是最会过冬的创业者 会是网红电商的张帅吗 还是盗座家居的书围 还是野兽骑行的李刚呢 投票马上开始 恭喜一号选手张帅 获得6票 取得晋级资格 我还是选了那个张帅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的现金流是最好的 而另外两位呢 因为我也投了一些产品新公司 他们天天给我谈的问题 就是货款的问题 因为天天是缺钱 我选了数为 因为我觉得 他已经把线上和线下 相对打通 要做就能做得很大 当然了 死也能死得很快 我选择的是数为 我觉得在寒冬之下 一个经历了人生大考 团队大考和模式大考的 这样一个创业者 也许在这个寒冬里 更有这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活下去的这种能力 今天我们是讲 怎么样能够 所谓寒冬能活下来 最重要的是 经营现金流要顺畅 而且现金流要正 同时要在这个领域里 要领先 那么从这些衣服来看 我觉得张帅会活得更久 其他这些融资的现金流很大 但是他其实吃得也很快 恭喜张帅获得本轮晋级的选手 恭喜 谢谢 谢谢